东南科技大学18号上午举行毕业典礼 由校长李清莹亲自主持 在毕业典礼上首先进行各系所优秀毕业生 以及全勤学生的颁奖表扬 校长李清莹表示 希望每一位从东南科大毕业的学子 都要懂得感恩与席源 同时也勤勉大家未来进入职场后 能继续充实自我拥有更多竞争实力 职场上本来就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杀戮战场 那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经得起考验 然后要有活力 要有实力 然后要不断地进修保持自己的一个学历 毕业典礼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剥碎仪式 由校长李清莹为各系所代表亲自剥碎 宣告着这群毕业生荣耀地从东南科大完成学业 朝另一个阶段迈进 其中任职于媒体工作的硕士毕业生林富贵就表示 两年来边念书边工作的确很辛苦 但幸好有家人与朋友的支持 才能够让他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读了两年以来 事实上也是很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包括如果没有来上课 有时候还会被记旷课 因为我是照不一定来的哦 这不能开玩笑的 也是会被记旷课 然后呢 有时候如果没有好好努力读书 也是会被打70分而已哦 然后这样一路走来 当然也是感谢我的太太 是我很大的一个支持者 今年东南科大毕业典礼主题为 创新东南梦想发光 就是希望毕业生能发挥在校所学 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 最后众人齐唱 校歌与离歌 场面温馨感人 毕业生们也将满载祝福 踏出校门 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记者杨邦耀超方奇 深坑采访报道